对 煤气猛这是真的 但如果我告诉你 这是一条鲜鱼 这场面是不是就合理多了 说起鲜鱼 小伙伴们应该都不会觉得陌生 毕竟没见过鲜鱼跑 还没吃过鲜鱼肉嘛 但你真的了解鲜鱼吗 不信我问问你 鲜鱼有几根胡子呀 鲜鱼的嘴里有牙吗 鲜鱼的身上有鳞片佛 是不是又发现装叉死角了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鲜鱼家族 或者说年形木 那狂放的演化历史 不过先重申一下 演化是个被动的过程 生物极少能主动选择自己的演化方向 而是不足够适应环境的形状 会导致生育后代的可能性降低 反之较好适应环境的形状 则会提高一些生育后代的数学期望 随着天长日久的积累 宏观上看就是一群生物的某些性状越来越罕见 直到完全消失 而另一些性状则越来越普遍 直到全部都有 在这过程中 这群生物的总体形态也就随之改变了 不过在讲演化的时候 每次都要用这套措辞 就是在太啰嗦了 所以我还是会用 为了如何如何而演化出什么什么这种讲法 希望大家理解 言归正传 年行目的故事还要从距禁1.21年前的白恶纪开始讲起 当此之时 地球正处于一个变革的前夕 陆地之上 显花之物 引爆了白恶纪陆地革命 不动于鸟类阵强势崛起 海洋之中 轰轰烈烈的终身带海洋革命阵落下帷幕 鱼龙 上龙等老一辈害怕 也是薄熙山 但有一个区域似乎还隔绝在时代浪潮之外 那就是淡水 总体而言在当时淡水江河中处于西位的 还是以各种犬骨鱼类 枪鸡鱼等等为代表的经典终身带鱼类 反观我们现代最熟悉的真骨鱼类 在当时却大多还是不太奇言的小角色 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我们今天的主角 年行目的祖先 说起来这年行目和我们之前讲过的李行目一样 都是狂点感觉属性的类群 耳镖派鱼类的成员 只不过相比于能在东亚为所发掘的李行目 这年行目的出身点就比较极限了 那就是南美洲 当此之时南美洲和非洲还没完全分开 由此带来了漫长海岸线 加着地处热带区位条件 使得这里长期水稻纵横 于是也自然持着中生代段位最高的淡水大驱 但年行目的鼻祖还是用实际行动表明 鱼不行别怪路不平 反正纵使在这种高端局中 年行目的老鼻祖也照样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基本盘 那就是靠近湖底的脏水 由于水底一般沉积了大量的腐质质 导致氧气严重匮乏 故而多数大鱼对此人敬而远之 但像年行目祖先中小鱼比表面积大 加之不太运动 就相对能扛更久 而在此技术上 他们又逐渐退化了全身的领片 让皮肤暴露出来辅助呼吸 可见变秃真的是水路通用的变强之道啊 当然中生代最顶流劣势者 也不至于被这一招就拿捏了 实在不行他们干脆憋一口气 对着水底来招从天而降的打法 你若一个大意没有闪就直接给捞了去 但别看年行目鼻祖这会儿身处底层 行事作风绝对当得起一身大哥 他们把背脊和胸脊上七条硬化成了锋利的尖刺 刺上还有小稻刺 甚至可能还给其脆了毒 一旦被吞进嘴里就张开所有签字 强行勿勿开 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足以说服 劣势者撤回一次猎杀 不得不说 年行目的祖先 真的是在这些尖刺上下足了功夫 他们往比鲶鱼的骨壳盖化程度还高 所以今天我们所发现的绝大多数古鲶鱼的化石都是这些尖刺 但防止自己被吃的同时也得保证有东西被自己吃呀 水底倒也不是没有食物来源 只不过在污浊泥水中基本啥也看不清 虽然年行目的祖先作为耳飘派鱼类有着卓越的听觉 但听觉吧 用来躲避敌害还算堪堪够用 用来捕食水底玩土盾忍术的底气动物就不太灵光了 所以还得来点别的感觉 在这个问题上年行目及静青的演化过程中 另一个特别霸气的风格就显露了出来 那就是凡事要不做要做就做到旗帜 不干到数据溢出绝不收手 比如年行目有一只静青就改用了电掘 这本来也没啥 但在一亿多年的演化中 他们先是被动感受猎物肌肉运动产生生物电 后来又演变成主动放电探测 最后放电越来越猛 直至整条鱼直接变成个鱼形发电机组 没错 这只年行目最近的静青 后来就演化成今天的电蛮 而年行目的直系祖先虽然没搞这种黑科技 但他们却把另一种感觉玩到了离谱的高度 那就是味觉 更确切地说是酸味觉 因为底气的小动物呼吸时总会产生二氧化碳 溶解在水里就会让水微微变酸一些 而耳标派鱼类刚好就很丧心病狂地 把酸味觉的味蕾给铺满了全身 不严谨的对比一下 人大约有一万个味蕾 而今天一条三十厘米长年鱼 全身就能有超过十万个味蕾 这样就能用全身品出哪个方向来的水流 更酸那么一丢丢 但知道食物在哪个方向可不代表就能吃进嘴里 想在浑水中一口下去就命中猎物 嘴边的感觉还得堆得更高 因此粘形目祖先嘴边的味蕾就越来越密集 直至百分之百铺满了味蕾还油闲不够 于是嘴边的肌肉索性开始向外凸起 来提升比比较面积 以装配更多的味蕾 最终这些肌肉凸起就演化成粘鱼的胡子 而这又解锁隐藏技能 那就是他们从此可以贴在水底 用这两根胡子来回摆动 就可以像探地雷似的 侦测第一种埋藏的小动物了 由此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粘鱼身体架构 基本成型 真正意义上的粘形目 也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今天生活在南美洲河流里的二虚年类 还大致保持1.20年前早期粘形目的身体形态 按说吧 这套身体模式已经足以保全粘形目 狗全性命于终身代了 只要等几千万年后 昨夜见陨石阎王大点名就行了 但粘形目什么鱼啊 这种给他两把菜刀就敢从铜锣湾 砍到南天门的狠角色 他字典里就没狗这个字 更何况粘鱼的猎物们也在升级迭代 既然你能感知我的呼吸 那我发现粘鱼靠近 就临时憋下气不就完事了 慢慢的 原本像二虚年那样的两根胡子 就有点不够实了 但这有啥 两根胡子不够就上四根 四根不够就上六根 甚至于 有些粘鱼直接把胡子改造的跟个钉耙似的 在此基础上 为了极致提升每一根胡子的性能 这些新一代的粘鱼 那真是脸都不要了 它们的上颌骨高度简化 变成专门用来挂胡子的连杆 原本控制面部的肌肉 几乎全部转直去驱动胡子 于是乎这些粘鱼的一堆胡子 每一根都能近乎三百六十度 无死脚摆动 感知能力彻底拉满 不过上颌骨的严重退化 也导致大部分粘鱼 不得不缩小了牙齿 甚至于嘴都很难避紧 但没事 那我就把嘴和食道都变得超宽 阿吾一口吸吞万物 看好了 在绝对的属性面前 一切华里胡哨都毫无意义 由此年行墓 在距今八千万年前的白鹅积墓 就已经出具一个数值怪的雏形 霸主之下我无敌 霸主之上一换一 于是乎 很快又有两只鲶鱼 迅速脱颖而出 它们的后代 直到今天都是年行墓家族的中流地 其中一只留在南美经历各种生态位 可能是为了应对更多变的劣势者 这只鲶鱼中有相当多成员 都选择了一种万金油的自保方式 那就是叠甲 但就算是这么传统的套路 在年行墓这里就完全是另一个画风了 简单来说 这帮鲶鱼 直接在身体上全面覆盖了一层骨板 真的就是骨质板甲 因此被称为甲年类 说起甲年 你可能稍微有点陌生 但说起青道夫 你是不是就 哦 这货呀 仔细想想 青道夫的样子不就是一条装甲年鱼吗 你看这一身铁浮屠 再考虑到他们的和还退化了 简直就是甲咒鱼的精神后代 但话也说回来 叠甲的代价还是很大的 毕竟 好不容易变秃的皮肤 重新被甲片覆盖后 呼吸能力可就大打折扣了 但这根本难不倒他们 外面的皮不够用的 不是还有里面的皮吗 比如美年科就学了一手泥鞘的花枝呼吸 也开始用直肠来储存和呼吸空气 而包括青道夫在内的甲年科和挨甲年科 则魔改了自己的胃部 打薄一部分胃壁 然后就能用胃部的毛细血管来吸氧了 这种喝西北风的能力 使得甲年的适应能力大大提升 就算水干了 裹上泥浆进入休眠也能挺上好几天 网上那些所谓青道夫晒干还能复活之类的传说 大多就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他们看了广告 当然不想叠加野形 比如世新年科就属于青装上阵 但他们的防御策略就更是达到了物理层面的新高度 简单来说 他们直接待在了安地斯山瀑布的岩壁上 世新年的嘴巴乍一看似乎是青道夫的同款吸盘嘴 但嘴边且长着一圈细密的小刺 搭配其特殊的腹部构造 就可以紧紧扒住滑溜溜眼壁自如上下 就问在这种地方还有谁能抓得住他们 还有一些不叠甲甲年类 比如毛鼻年科则选择缩小体型 躲到各种缝隙当中 但你要知道啊 这可是年形木 再常规的套路也会量变引发质变 反正在亚马逊河里 无论是岩石缝隙还是枯叶之间 但凡是个洞就没有他们钻不进的 而这自然也包括动物身上的洞 于是就出现年形木中 再血点的存在 吸血年压科 他们直接钻到大约的鱼腮里面 赤其血淡其肉 而且考虑到年形木 大多都是些眼神不太好 靠长腕来导航的货色 他们其实也不一定能确定 自己钻的洞是不是鱼腮 所以如果你去亚马逊河里游泳的话 他们也不介意换换口味 而如果说假年类是留在南美首家 那年形木的另一大分支 就属于是出去征服世界的了 那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更常见的年形木类群 年压木 只不过吧 丢号种事 对别的动物来讲是个体力活 可对于年鱼来讲 却是个技术活 毕竟人家好歹设定上是淡水鱼啊 但年形木的理念就是 没有任何问题是面板属性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把数值再堆高一些 于是很快 年压木当中就有好几只开始不断提升自己的耐烟能力 终于在距近约8500万年前的百恶计 盘古超大陆截体产生的各大陆间还隔得不太远的档口 从南美洲飘扬过海 抵达了北美洲和非洲 旋即又从非洲扩散到了欧洲西南部 这些龙跑得最快的一只 后来可能就演化成了今天分布范围最广的年形木类群 那就是长科 我国南方常吃的黄桑鱼也叫黄拉丁昂刺鱼什么的 就属于这个类群 当然有一些类群一个不小心把耐烟点太高了 又索性转制成了海鱼 比如海年和漫年 只不海洋里嘛到处都是修炼一年老妖怪 年形木初来乍到也不能太气盛 尤其是其中的漫年 经常会受到大海蛇的迫害 这时候他们又挤住了身上的毒刺 不但如此漫年还选择抱团取暖来化解危机 当一群鱼受到袭击时 只要一条小鱼死死拖住海蛇 其他个体就能逃出身天 可能也就是靠着类似这样的年鱼 年形木终于横渡大海 扩散到了澳大利亚 宣告着地球上所有可能存在淡水鱼的地区 全部纳入到了年形木的疆域之中 而随着距禁6600万年前白鹅基墨大灭绝之后 世界各地的淡水水系为之一空 原本压在食物量最顶端的一把手们纷纷去世 那自然就轮到年形木这种中下层土豪来称王称霸了 意识之间 年形木里各路高企墙 硫化墙 苏大墙 光头墙们便群雄并起 他们不仅在本地迅速作大 更是凭着超强的扩散能力 趁别的鱼都没反应过来 就迅速成了欧亚非众多地区的水稻大哥 而且不知道是因为大灭绝后淡水水体不稳定 还是有些年鱼已经不满足于 单单顺着海岸线去一处一处抢地盘了 他们甚至开始了登陆 本来年形木裸露鱼皮就可以直接用来呼吸空气 压制作为圆滚滚的底漆鱼类 到陆地上也能爬两步 一些年鱼就逮着机会 开始堆呼吸空气的能力 虽然年亚木不太像假年亚木那样能用消化道呼吸 但他们又找到另一条独属于自己的呼吸法 那就是直接用塞呼吸空气 而这其中的极大成者就是堂尸 简单来说 一般的鱼没法用塞直接呼吸空气 主要是因为一旦上岸脱离了水体环境 塞丝就会粘成一团 与空气接触面几具减小 而堂尸的解决之道 就是在支撑鱼塞的两根塞弓软骨上 又添置了像珊瑚一样的支架 再把血管铺在那支架表面 形成了一种硬质化的塞丝 被称为迷宫器官 这样即使上岸 塞丝依然彼此分开 保证了气体交换的效率 足以供应糖时所需的一多半氧气 终于作为一条鱼 它们有了空气自由 而这也就有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年形木 横推整个欧亚飞了 而更重要的是 年形木堆属性的最后一种障碍 也不复存在了 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年形木中真正的树枝怪 开始纷纷登场 像我国北方的花年 以及南方大口年 都能长到一米多长 而在年形木的老家南美洲 出现体重可以超过200公斤的 丝条短平口年 同时刚才说的漫年 有一只近青又反向横渡大西洋 进入北美洲 演化成了美洲年科 其中身长超过一米 体重超过50公斤的 也比比皆是 而主要生活在欧洲的维尔斯年鱼 更是能长到三米长 200公斤重 搭配它们的深渊巨口 深吞个水鸟啥的 简直轻轻松松 宛如鲁之身 盗拔林黛玉 甚至偶尔还有把人 拖下水的报道 所以今后还要派 鲁鱼进去抓唐僧师徒的话 最好找欧洲进口的 不过 这还不是鲁鱼的体型极限 在距今约2300万年前 非洲出现一只 专门攀体型的 年形木鱼类 那就是巨年科 这只鲁鱼 随后经由印度次大陆 进入了东南亚 也就是在这里 出现了现存最大的鲁鱼 湄公河巨年 最大可达三米长 350公斤重 不过好在这些鲁鱼 主要是吃水澡的 而湄公河巨年 有一个近亲 我们几乎人人都见过 那就是博士巨年 当然对我们来说 更熟悉的是它另一个名字 那就是巴鲨鱼 这玩意儿在东南亚环境中 巨好羊 长得又大 越南人养殖了很多很多 其中大多数 便就近出口到了中国 除了这些体型上的巴吐鲁 也有一些剑走偏锋的 比如非洲有一只鲁鱼 不知怎么的突发奇想 cosplay起了南美的表情 电蛮 于是几乎重走了一遍 电蛮的演化道路 他们的后代 就是世界上放电能力 第二强的鱼类 电粘 不过总在道上混 哪能不见鬼 同样是在非洲 随着地质运动 东非一块区逐渐撕裂了出去 由此在非洲大陆上 形成一道巨大的裂缝 那就是东非大裂谷 而这就在那里创造了 数个深不见底的湖泊 被称为非洲七大湖 然后生活在当地的鲁鱼 就躺枪了 因为湖伸到一定程度 沉寂的腐质质 就会彻底失去降解的机会 不但会让水碟氧气完全消失 更是会产生很多有毒物质 就算鲁鱼还遭得住 它的猎物们也不会还待在那 而这时候 年形墓就表现出 它们灵活的一面了 诶对 这年形墓里可没有 李形墓那种不该 把自己给捕死的死心眼 这里有一波年鱼 就玩了个逆向思维 那就是倒立年科 恰如其名 它们干脆倒过身体来 反向趴在水面上 用自己的胡子 侦测浮在水面的小动物来吃 而这其中又有一种倒立年 力点齐虚为 发现这湖里还生活着 许多非洲雌雕 对 这祸也算是我们教科书上熟人了 非洲雌雕有一个习性 就是繁殖期间 会把卵寒在嘴里保护起来 等卵孵化后 还会分泌年叶来喂养小鱼 于是这些秘点齐虚为 就搞了个骚操作 它们一旦发现雌雕缠卵 就会蹭过去偷吃雌雕卵 再趁乱把自己的卵给混入其中 雌雕也分不出来哪些卵是自己的 只能连着年鱼卵一起含在嘴里孵化 而小年鱼会更早破壳 把剩下的雌雕卵也给吃光 顺便一说 它们还有一种近亲 沙尔齐虚为 则是特化了自己牙齿 使之变成细长的梳状 专门用来撬瓷雕的鱼鳞吃 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啊 说真的 每当我回顾年叶木的一年历史 我总是忍不住感叹 啊 如此莫大的力量 反正迄今为止 无论逆风局还是顺风局 无论天灾还是人祸 无论多么奇葩的环境 都阻止不了年叶木混的风生水起 仿佛这个星球上的一切 都会在年叶木那 势不可挡的称霸之路上 被念碎为尘埃 你永远可以相信年叶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